大家好,我今天要來報告的是我Logo的設計 那我選擇開的一間店是一間甜點的店 它的名字呢是sugle,是法文的糖的意思 為什麼會選擇使用法文是因為法國甜點是非常有名的 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法國的甜點是非常有名的 那甜點的第一步就是需要糖 所以我選擇使用法文的糖來當作我的公司的名稱 那這間公司呢我想要帶給顧客的感受是 讓大家品嘗這個甜點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這個甜點是非常樸素 然後非常真實的 不會添加太多的不必要的色素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保持簡單 那讓大家覺得說樸素而真實的甜點也是 可以帶來大家很多不同的感受 不像是複雜或者是很多裝飾的甜點 可以吸引大家目光 但是樸實的甜點卻可以帶給大家很平和很快樂的感覺 那公司的願景呢是希望說我們可以在製作甜點這個方面能夠使用中西合冰 你是不需要只是專攻於西方的甜點 也可以做做台灣或者是亞洲道地的地方的甜點 來給各種不同的顧客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 那我們的願景是希望說 在之後能夠開越來越多店 然後讓更多的顧客品嘗到我們的用心 那在核心價值的方面 我們公司是以簡單樸素來為原則 我們不希望說我們的甜點給人很暮眩生意的感覺 然後很華麗 然後很多裝飾是我們不想要追求的 我們追求的是簡單樸素平滑 非常的讓人覺得親近的一種甜點 那在價格的方面我們也希望多走平民的路線 讓大家更的盡情的享受我們的甜點 那我們LOGO的設計是屬於也是走簡單的路線 我們LOGO設計我是設計著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但是在LOGO基本上都是非常簡單的 為什麼想要設計不同的顏色 是因為我們的甜點是走樸素平的一個方向 我們追求的是簡單 在LOGO上的設計也是 但是我希望能以不同的顏色來帶給大家更多 我們Shigley甜點店的各種不同的樣貌 不同的感覺 像我們的願景是希望在春夏秋冬的時候 有各種不同顏色的LOGO來代表 比如說當某個季節他們 我們可能會推出特定的甜點 那我們會以各種不同的色系來代表那一個季節 或者是那一個時節 那個節日來為大家感受 帶來不同的感受以及不同的想法 那在LOGO設計的方面 像我所說的它是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設計 我首先先在方框畫了一個方框 再從方框中間延伸出兩條直線變成一個X 那我左上 右上角是設計了一個像是海神菠菜燈它的一個海神X的形式 那下面則是一個圓圓的樣子 那這邊是設計了一個S的形狀 那下面是E 為什麼這樣設計呢 是因為這個呢 我是想要代表了我們吃甜點的一個X的概念 那這個是湯匙的概念 而為什麼設計成海神菠菜燈的樣子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非常有特色 然後讓大家能夠記得很清楚 然後也有辨識性 因為一般的X字的話大家可能會很容易遺忘 但是海神菠菜燈的話就有特別的意義 那這裡的S呢 就是我們Shugley的第一個字母S 因為我想要將我的店名融入在這個LOGO其中 所以我將第一個字母擺在這兒 那E就是Shugley的最後一個字母E 那呈現的樣子是這個樣子 中間的方框呢 其實代表的它就是方糖的意思 那因為我們的店名叫Shugley 就是糖 所以我畫了一個方框來代表方糖 那中間的各種不同 這各種呃四個三角形 它代表的就是我們所做的甜點蛋糕的形狀 那經過我的多方的調查 我發現近幾年所開的各種不同的甜點店 所以Logo的設計都比較偏向於簡單 然後以字體的Logo的方式來給大眾們一種好認 然後有種高雅簡單 然後可是不失優雅的一種感受 那像我找到的這一間Alex 那Alex它的設計呢 它是將A放大 然後再以它的邊畫上L-E-X最後的字母 它給人的感受也是一種非常非常簡單的感覺 那下一個的話 我選 呃還有 另外一間店是 瓦斯的甜點 那瓦斯的甜點呢 也是設計的非常簡單 以字體以及形象的Logo來代表說他們的咖啡跟甜點的結合 那上面這個呢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房子 讓大家覺得說來那裡吃甜點的話 是有非常一種我家的溫馨的感覺 那再仔細觀察的話 可以發現說 這個房子仔細看的話 它其實也是一個蛋糕的形狀 一個立體的蛋糕的形狀 那中間是瓦斯的一個名稱 那現在的甜點店都主打簡單的 簡單Logo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我的甜點店也是走簡單Logo的概念 所以才進而設計出Sugle 剛剛方框 旁邊有兩個X的形狀的一個 呃一個Logo 那我也調查出了 呃 在台北地區就有非常非常多家甜點店的名字 是使用法文 可見法文甜點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們使用法文 也是希望帶給 呃 各種不同的顧客有種專業的感覺 讓大家知道我們做甜 我們做的甜點非常 呃是非常認真不馬 不馬糊的 那我選的Sugle 就是就像我說的是因為糖的 糖的意思 那它糖呢 其實它就是甜點最基本的一個元素 所以我想要讓呃 額顧客能夠就是感受到我們的做的甜點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卻不失那些 不失那些呃高級甜點或者是那種華麗甜點會有的呃 可能它的呃它的美味啊或者什麼 但是我們以樸實跟評價來讓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吃到 然後感受到我們想傳遞你的幸福 那這是我的報告 那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